現在收看是台北大中華新聞我是楊蘇貞 六港國小配合立法醫救六港修訂更贏的出財系列華東 合調五年級學生進行回程柴尾現場氣氛非常熱烈 回程柴尾現場氣氛非常熱烈 六港國小五年級學生社會黨秀為導遊柴尾濕水 也在歌中製作的過程當中 一筆一筆了解、傳統、企業文化 今天為了配合陸港小鎮的一個光影藝術節的活動 還有我們慶端陽的一個迎賓活動 那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小朋友呢做一個花燈的創作 那這些花燈將來都是要放在我們的陸港的一些重要的景點 然後呢我們的小朋友除了藝術創作之外呢 我想為了裝點我們陸港小鎮迎賓 我們一起來做這樣集體創作 那我想往年都是讓孩子帶花燈回家做 但是我覺得一起來做的話互相有觀摩的效果 然後呢也讓這個藝術的創作能夠更有 讓場面更大 讓我們的家長會長、我們的輔導會長、我們的總幹事們 都一起來參與 讓我們的孩子也對作品做起來更有信心 因爺在這個花燈蔡衛當中不來當清新體驗團統十小的六處 也來發揮美感和創意力 這是端午節 所以我在上面畫了種植還有龍舟 龍舟上面有很多人賣力的在畫 然後這個人他就是要躲掉 獨一無理的創意畫中不然團成民主文化 也傳遞每一位藝術的網上 蔡衛完成的會議也來配合李鳳一球 六港修訂更贏藝術在畫中 電視在這六港更大經典 多張新聞 林古英特港 彩虹報道